中文字幕 李宗盛 媽 你看我又中獎了 這次是金媽獎 只可惜三金影帝 太快去逍遙作先 吳蓬蓬25號凌晨 因出血性腦中風促世自家陽台 享年55歲 留下的影視作品超過百步 有些比較無聊的東西 我也不會接說真的 我一個人做家事 就要花滿多時間 洗衣服 涼衣服 擦地板 我還養一隻狗 整隻都沒了 這很少人養 不知道你怎麼買到的嗎 我跟人家A來 我覺得那隻狗非常漂亮 我就跟她講說給我養好不好 她的愛犬蓬蓬是日本黃士犬 目前七歲大 吳蓬蓬過去曾笑說 她雖然生過小孩 但我不要她的小孩 我對她一見鍾情 還橫刀奪愛 這一定是真愛 她三不五時 就騎著小五時去遛狗 每回要到外縣市拍戲 第一反應 都是我的狗要怎麼辦 就算託親友照顧 多半三天就會飛奔回到蓬蓬身邊 現在有年紀的主要是 要老了 好像要有個伴 這工作現場 其實很分心的吧 那可以事後再做 殺青再做 除了不傷也要 不傷也要 真的老 真的交往過的 平均大概都四五年就結束了 有一個房子車子都買了 就差結婚這樣子 我跟她講說 我不知道結婚要幹嘛 吳蓬蓬除了不想被婚姻約束 也特別鍾情外國女性 去年她透露因為遠距離 和交往兩年多的日本女演員 九寶四純子分手 在之前也曾和法國女友拍拖五年 她來台灣教法文 但不會講中文 我不會講法文 所以我們都用英文溝通 因為法國女孩很會拍照 這張黑白照後來更成了 吳蓬蓬口中的指定遺照